总统也没有要他辞职 就有人急着放话 操作 这非常恶劣 进口弹争议持续延烧 17号晚间一度传出 农业部长陈吉仲请辞获准消息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 陈吉仲都还没辞职 就有人急着放话 直呼行为非常恶劣 这就是做得老干 嫌得老暖 我为陈吉仲很不舍 我也给他加油 希望大家也都给他加油 苏贞昌还表示 陈吉仲现在已经被弄得身心俱疲 实在替他感到不舍 同样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吴英宁 也在社群网站发文力挺 表示陈吉仲不应该请辞 假如请辞就掉入恶意攻击者的全套陷阱 也向陈吉仲公开喊话 不能向谎言低头 要一起为台湾农业继续努力 不过消息一出 行政院发言人林子伦立刻出面澄清 他表示陈吉仲确实又以口同方式 向行政院长陈建仁表达歉意 并主动表示愿意负起相关责任 不过现阶段陈建仁认为 陈吉仲有责任向各界釐清所有质疑 并将进口单政策进行通盘检讨 也有要求陈吉仲在二十一号的 行政院会中提出检讨报告 如今进口单争议持续延烧 对于媒体报导陈吉仲请辞 获准相关情绪给予澄清 这口鸡蛋的争议陆续爆出的笑棋 或者是产地不对的疑虑 那么为福布什药署正式启动 将进口的鸡蛋 齐选业者辅导主要有三大重点 将在九月二十一号前完成 包含正确的标示产地 有效期限以及有效日期 应依照输入时的原厂提供 或接入日期 不能够随意的篡改 而业者也应该保存 来源的凭证跟记录来进行管控 作词5 terce difficult 小语除了 初词5三大重点 在九月二十一一译多